大家好,歡迎來到單車新幹線 這是一個用理論計算告訴你運動情況的頻道 這部影片要來看看為何現在輕量化不是顯瘸 那大家都知道目前UCI的車重下限規定還是6.8公斤 不過大部分的車手的用車重量還是超過7公斤以上 已經拿下三次環化冠軍的Pogacar車重還有7.3公斤左右 那大部分的選手還是有7.5、7.6公斤左右 而現在碳仙也已經很普及 能用碳仙的幾乎都用碳仙了 例如車架、爬手跟輪子大部分都是碳仙 那雖然現在的技術進步但材料沒有太大的變動的話呢 重量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所以碳仙真的讓車子輕了很多 自行車裝備在這20年間的變化也很大 除了加入碳纖維讓整體的重量輕了不少 對於空力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讓裝備除了更輕之外還可以更空力 當然空氣力學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能還好 但是對選手來說爬坡時數還可以20以上 空氣力學的效應可能就高過輕量化的效應 所以在近幾年幾乎看不到爬坡車配低框輪的這種配置 至少都會配35到45高的輪組 甚至是空力車配高空輪再爬坡 那來看一下兩人在裝備上的差異 雖然說Pogacar的蠻多裝備是碳仙的 但整體來說還是Pantanin的車比較輕 而早期的低框輪還比現在50高的碳仙輪還要重 所以猜測整體應該是輕在飛輪還有碟盤 Pantanin用9速的Rekker應該是比12速的DA還要再輕 不過這個持筆真的是超級的硬 而輪框雖然是超低框但還是比較重 早期的服裝也不像現在這麼貼身 都穿比較短的襪子 那現在都是穿空力襪還有連身衣 輪胎也是用現有的無內胎技術 所以幾乎看不到有車隊在使用管胎了 那在阻力方面呢 總重量越輕爬坡就會越輕鬆 但前面也提到職業選手即便是爬坡還是很快 所以大部分的車手還是會選擇空力 而且大環賽也不是只有爬坡還有下坡跟平路 所以在外胎的選擇上就會選用比較寬但是比較重的28C 那就個別的阻力來看呢 輪組不論是重量或是空力都是Pogaccia用的裝備 阻力是比較小的 那安全帽跟服裝的部分我們就之後來討論一下 而車架還有把手當然也是Pogaccia的裝備 阻力是比較小的 那以現在的變速系統來講幾乎都還是用金屬 所以如果沒有太大的變動 重量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那變速系統最大的就是飛輪的變速變多 而且這個尺數也變多了 所以重量的增加有一部分是來自於飛輪 從7900的1128T換到9200的1134T 重量就多了35克 那現在的外胎也越用越寬 以前只有用到20C 那現在是用到28甚至30C的 當然現在也用無內胎系統 總重量也會變得比以前的管胎還要再更重 那單純以外胎來講至少是多了130克左右 更不用說以前的管胎還有管胎輪組 比現在的無內胎重量也是相較起來變重的 那輪組跟車架雖然是受益於探先的發展 所以現在跟以前比起來通常是變輕了 不過現在大部分的車手反而沒有這麼重視輕量化 而是選擇高框還有空力或者是全能的車子 在大環賽中也已經很少看到是低框輪跟純爬坡車這種純爬坡的配置了 甚至是一般的市民車手也很少見到 畢竟隨著科技還有資訊傳播的進步 大家也開始認知到 就算爬坡可以贏 在平路或者是下坡還是沒有辦法拿到優勢 而且也會把在上坡得到的優勢給失去 而且現在也漸漸的考慮車手的感受 以前都是要人比車還兇趴越低越好 現在則不是就不會有這麼趴的設定出現 那大盤呢也是用標準盤配28T的飛輪 以前才會覺得這個才是高手 那現在反而大盤越用越小 飛輪又用越大 那至少這個在爬陡坡的時候負擔沒有這麼大 而且可以一直持續的做高回轉的踩踏 那外胎越坐越寬 對於下坡還有平路的舒適度跟穩定性 也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輪組跟車架也是一樣 就算快不了多少 高框輪配空力車被拍照也是比較帥的 那當然自行車騎在路上最大的阻力就是風阻 所以使用空力車還有高框輪組 就可以減少風阻的效應 那當然如果是純爬坡賽就會做到極致的輕量化 像英國就有一個爬坡賽 大約是爬一個1.2公里 然後10%坡 或者是像8848這種挑戰會去選擇一個超級陡坡爬 就會看到極致的輕量化操作 像這台車就是做了一個極致的輕量化 在一些地方打洞之外呢 連這個下把還有這個車把手的部分 也去做了輕量化 不過這也只能用在一些爬陡坡的情況 一般的情況通常是不會用這台車的 而且現在的車也越來越貴 所以一般人大概也是一台車去騎到底 沒有其他閒錢去搞另外一台只能在爬坡騎的車子 那如果還有其他想看的資料或是數據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或是粉絲專頁留言 有時間且做得到的話就會回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